舒寒有未婚妻了 那他 他要成亲了 可是他在山洞里没告诉我呀 他为什么要告诉你呀 他有必要告诉你吗 我的儿子 我了解 就你这样的 他不过也就是玩玩 逢场做戏而已 你还当真喽 我 我肚子里已经有他的孩子了 了不得呀 了不得呀你这个女人 居然我还这样的心思 想令有孩子来威胁我 我没有 不知道哪儿来的野种 想讹诈我们唐家赖上我们舒寒 你别痴心妄想了 这不是野种 这滴滴血确实同舒寒的孩子 好 就算是舒寒的孩子 那又怎么样 我是舒寒的娘 这个家我说了算 那么唐家是名伦望族 怎么能允许 有你这么一个唐家的媳妇 你别做梦了 我就是想讹我们 我没想讹你们 张管家 夫人 给他点钱 赶走 是 夫人 夫人 我不是来要钱的 走吧 你别碰我 我肚子里的孩子 真的是唐叔汗的 我没有撒谎 走吧 沈秀 来了 夫人 什么事 找两个机灵的男人 跟着这边 看他住在哪里 干什么的 还有 千万千万 不能让他跟二少爷碰上面 听清楚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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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夫人 去吧 是 这个情谊 成事不足 拜师有余 竟给我惹麻烦 请吧 别再来了啊 你怎么啦 你不会真的怀孕了吧 你不会真的怀孕了吧 姐姐 我真的不是来骗人的 我不想要钱 我也没有撒谎 我肚子里真的是唐叔汗的孩子 那你怎么办呀 我求求你 姐姐 你帮帮我 让我见唐叔汗一面 如果他见到我 他不想认我肚子里的孩子 那我也认了 那以后 我就再也不来打扰你们了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带你去见叔汗就是了 真的 嗯 这是校园哪 这么多学生啊 哎呀 他们穿得真好看哪 是啊 叔汗的成绩一直很好 他读完大学以后 还要去国外面书呢 啊 读完了还要去国外读 你们两个本来就是 两个世界的人呢 那也是 学校真漂亮 快看 叔汗来了 叔汗我们一起出去玩吧 算了不去了 真的是他 我头发好乱呢 那你在这儿等着 我去叫他过来 哎哎哎哎 行 哎呀说什么好的 哎 不会说 那就笑呗 哎 别动头上有东西 哎呀行了 哎别弄啊 嗯 嗯 初寒 晟晟 哎 嫂子 晟玉姐 初寒你来 我有事跟你说 嗯 怎么了 好 嫂子看什么呢 哦 没什么 哎 娘说让你早点回家 哦 什么 你今天不陪我出去玩了 不是 往前不跟我嫂子说了 让我早点回家 那你跟娘说一声 我放学就回去了 嗯 好吧 那你先陪我去拿个本 我不去了 我自己去 走啦走啦 那我先走啦 嗯 好 嗯 嗯 嗯 杨素云 你在想什么呢 她已经要成亲了 刚才那个女孩子 应该就是她的未婚妻 人家长得那么好看 又那么有学问 可是你有什么呀 奶奶用肚子里的孩子 去要心 她跟我在一起 可是那有什么意思啊 她不过也就是玩味 逢场作戏而已 可是我是真的 真的 我该怎么办 你是杨素云吗 你们是谁 我们家主人 让我来告诉你 以后不要接近我们家少爷 否则的话 绝不放过你 那你们回去 告诉你们家主人 从今往后 我再也不回去 找你们家少爷了 好 记住你说的话 走 我再也不去找她了 你说那个街坊古大娘 她可不可恶啊 就爱交蛇根 把素云骂的 是有多难听 有多难听 还说素云不要脸 实在是气死我了 你就别搭理她 那不就完了吗 不搭理能行吗 不止这虎大娘我告诉你 整条街上的人 都知道素云怀孩子的事 对 结果素云去找个姓唐的去了 她要是认账啊 这外面的人 也就没话说了 对对对 素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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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问话 不认字 别人嫌弃我 那也是应当的 我不信我自己一个人 过不了这一关 素云啊 争气能当饭吃吗 我知道我这人没什么脑子 我傻 跟一个没见过几回面的男人 要生孩子 可这个男人 是当初我认定了的 我不会后悔 从今以后 我不会再去纠缠她 但我一定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哎 素云哪 这孩子生下来没爹怎么能行呢 你这一时的冲动 以后肯定会后悔的 是啊 我杨素云认定的事情 绝不会后悔 只是大哥大嫂 对不住了 哎呀 我们那都是小事没关系啊 对呀 你这个才是大事啊 素云哪 养一个孩子需要多少钱 你想过没有啊 哎 素云 要不然 你回淮北老家去吧 有你娘照顾 走好过你自己一个人哪 哎 那怎么行 我要是搭着肚子去找我娘 我娘非打死我不可 哎 真是的 我想你娘做梦都想不到 她莫名其妙的就要当老婆了吧 说 是谁给你这么大胆子 擅作主张 带着那个野丫头去找舒寒 你反了你了 娘 您别生气嘛 她真的怀孕了 你怎么能找人去恐吓她呢 是又怎么样 只要影响了舒寒跟珊珊的婚事 我再看那事都做得出来 你信不信 娘 你怎么能忍心哪 万一她真的怀着舒寒的孩子怎么办 我说过的话 你要我说第二遍是不是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我们唐家绝不允许 一个乡村野妇的孩子 来做我们唐家的孙子 如果你这么有功夫 去同情别人 去帮助别人 你为什么 不担心一下自己的肚子呢 我还要警告你 这件事情 绝对不能在珊珊和舒寒面前提起 还有 如果你再让我知道 你又去找那个野丫头的话 我绝饶不了你 听见了没有 嗯 听见了 不